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亚洲经济中国新闻部记者丁心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8月1日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头版新闻 据调查显示 韩国大企业员工平均在职时间约为10年 平均年薪为5980万韩元 若将分析对象缩减至30大企业下属168家分公司 则平均年薪为6090万韩元 平均在职时间为9.4年 由此可以看出受经济低迷的影响 大企业员工的雇佣心理也在趋于不安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韩国建筑企业的消息 韩国国内建筑业市场持续低迷 因此众多企业开始将眼光投向海外 加快走出国门的步伐 现代建设海外工程累计订单规模 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 三星物产的海外定价也有望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朝鲜黑客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韩国国情院7月31日称 IT企业负责人金某涉嫌帮助潜伏在中国的朝鲜黑客 将病毒植入韩国网络 并合力打造僵尸网络 当局已于7月30日对金某的住处 办公室及服务器提供企业等进行了超莫搜查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空方面的消息 韩亚航空洛杉矶空难事故发生后 航空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韩国国土安全部以此次空难为契机 为进一步强化航空安全 已于7月30日成立航空安全委员会 航空安全委员会将利用三个月的时间 对已有的航空安全体系进行整合完善 并将于11月份出台综合航空安全计策 以上就是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更多资讯内容请关注亚洲经济官网 以及新浪腾讯微博 谢谢大家